本门由明星粉丝团作者柴飞原创 未经允许不得转说到 女神张佳妮最近的时候 因为热播网络举言喜攻略 再次让人惊艳不已 其实张佳妮出演的古装剧很多 可她最美的古装扮相 还是在新版《环珠格格》中 很多网友是不是都已经想不起来 我们的女神张佳妮 在新版《环珠格格》中出演什么角色了 她在新版《环珠格格》中 出演了《清丽托索》 温柔婉约的胡若兰 这个角色完全是客串 她就是在第一部《钟乾隆微服》出巡时 运见的抛绣球的姑娘 虽然这绣球没有抛好 可她在这部作品之中 却让人很惊艳 当时大家都不明白 张佳妮的颜值比两位女主都要高 为何就是一个配角了 她比海陆更加适合出演紫薇 要是让她来出演 这吐槽声就应该少了很多 不过她不出演也很好 这新版《环珠格格》播出的时候 可是被不少网友吐槽 慢慢觉得这新版太拉眼睛了 经典是不可能超越的 现在的湖南卫视 还经常爱重播《环珠格格》 可重播的却是旧版 这收视率还很不错 让人也是感叹万千 这部《环珠格格》是1998年的 可现在很多作品还不如这般经典 而张佳妮她现在发展的算是不错了 当了妈妈之后的她感觉更加美了 她在《沿袭攻略》中出演的顺便就是一个很美的角色 她的这个角色是长相亲力脱俗 温暖可人的抑郁风情女子 虽然不是主角 却让人很惊艳 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张佳妮 她的哪一个角色了 本文内容均为明星粉丝团原创 团载请先联系我们 谢谢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